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低调那么帅的帅哥 一位来的能见到我们原老师没想到有这遗憾 五位嘉宾登台展风采 他们为爱区区守候 我看不到他的心中 只听到那难听中 这是我做的红烧排骨 这是鸡翅 你喜欢吃肉啊 做饭这方面呢我都会做的 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会出去走走的 我们是认真的用心的 老师这个评价的太好了 比老师简单 如果找了我这样的妻子会让他很帅 本期门当户队为您奏响恋爱进行曲 观众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门当户队 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来的两位嘉宾朋友 第一位我们亲爱的心理专家王健一老师 欢迎真一姐 接下来呢要隆重的介绍 今天王老师不算 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歌手 王正正 门当户队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今天建一老师跟我一起 来做咱们这一期的门当户队的嘉宾 我这心里头都说不出来的一种激动啊 为了咱们这个栏目呢我来了送了一份大礼啊 这份大礼叫什么大礼呢 是一首新歌歌名叫永远牵手 送给咱们门当户队了 不让我 我觉得郑郑小哥 因为我今天格外的激动呢 就是很希望大哥好好调整调整 能多调整时间长一点呢就长一点 我跟建一老师在这儿呢就能多做一段 这样的话就是互相我们不是两千七位吗 哎呀 变叫声 你 民意 民意 一号女嘉宾您好 王老师好 您是幼儿园老师对吗 是 幼儿园老师一般都是非常的多彩多艺对吧 我是比较能说的 一号女嘉宾听起来声音年轻 挺胃怎么的 请问你今天看到汪郑郑老师会不会觉得好帅啊 我眼前一亮 从哪里来了那么帅的帅哥呀 íp 人还是王老师 那个咱们低调点 因为播出的时候 王老师能看到我 不用低调 那么帅的帅哥 要说形象 你确实还是比王老师好点 那不能那么说了 咱们能说好点 那是好太多了 是不是 你看他 二号的嘉宾您好 您好主持人 写作教师 是教孩子写作的对吗 对 教小朋友写作文 那您自己喜欢写东西吗 我也写东西 我来之前我写了一个对联 那咱一会儿上场来说好不好 好的好的 声音很细细的 很温热 有点苍苍 三号的嘉宾您好 您好王帆老师好 您这名字是您的真名吗 是真名 爸爸取的 为什么没叫那个意呢 回忆的意呢 名字呢 是就是回忆往事的两个字 后来身份证上面来 把那个意字写错了 就一直跟着错了 哦 那请问你现在生活中 小名叫什么呀 小名就叫阿易 阿易 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浙江宁波人 彭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您现在自营文化艺术公司 对吗 对 做哪方面呢 做演出 演出经纪人 就像汪正正老师唱歌 就你们给经济一下 是这意思吗 对 可以可以可以 挺厉害的啊 接触的人会很多很多啊 声音很很有词性 怎么把自己耽误到现在啊 是 是啊 你是不是就是特别想找 圈子里的人呢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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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里圈外都行 就是关键是得 这个有演员对吗 对对对对 二号男嘉宾您好 你好王帆老师 您今天来到这里 希望找个啥样的呀 找一个贤惠一点的 长得有气质的 我是贤妻两母亲 听声音觉得三位女嘉宾 我对三号女嘉宾 挺好的看到 他好会说 你这从声音 就能听出人家有气质啊 对啊 二号先生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山东早庄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啊 他喜欢三号女嘉宾 也许一号女嘉宾出场 他也眼前一亮呢 掌声有请 一号余丽红 挺好的 他的气质 气质也很好 今天特别好 很可爱的 二位老师好 你好 老师好 你好 真漂亮 谢谢 你在幼儿园做了多少年的老师了呀 我是88年毕业的 然后的时候在幼儿园工作了几年 后来转行了 干了学酒店管理 工作了十年 然后又回到了幼儿园 现在在幼儿园中是当普通的老师吗 还是在管理一些事 在做后勤的有时候也会进班的 那你喜欢小朋友吧 最喜欢小朋友 因为我觉得那个你在为孩子付出一分爱的时候 孩子会回报你一百分 嗯嗯 所以我的智商也一直在三岁 哈哈哈也没长大过 所以特别喜欢他们 比较单纯是吧 对对比较简单 嗯行确实挺好的 你喜欢唱歌吗 唱歌也唱 但是我的响音不是特别好不干净 你唱几句我们这不有那个声乐老师吗 那我唱两句 我唱一个南平晚中 好 嗯 唱两句 经典 我轻轻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它一重重 我看不到它的心中 只听到那南平中 南平晚中 水风飘动 作为女嘉宾唱歌唱得还好 她挺晃的 她的声音也很好 她催醒了我的相思梦 相思有什么用 我匆匆地走出了森林 又看到了西洋风 太紧张了 非常好 谢谢 对 很自然 幼儿园老师哦 跟孩子们打交道 可能是 心情啊 都跟我们还是有不一样的 你自己的孩子多大了呀 26岁27岁 你今天多大年龄啊 我49岁 那你这结婚也太早了 有点早 因为我那个 我前面孩子的爸爸 他比我大得多 他比我大七岁 再加上他的奶奶妈 挺喜欢我的 后来我们俩认识的时候 就是奶奶检查出来 那个刚来晚期 然后说还有三个月的 那个时间 所以我们就 认识了一年嘛 然后就结婚了 能不能理解为 其实当时没太准备好 对 因为那时候特别的小 比较贪玩 年轻的时候性格就是 爱玩啊 就是和现在不一样了 所以看的东西的时候 不太透 你们这段婚姻 持续了多久啊 是到03年 你觉得有什么 不合适的地方啊 我觉得我是 比较偏文静一些的 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 我们俩会有一些分歧 然后觉得不太适合在一起 然后分开 他做了什么 让你受不了的事情了吗 会有 而且很多 会伤害到 那我觉得 对于你这样一个 这么温柔 这么好的女士 他怎么舍得伤害你呢 应该这个 跟我有很大的关系 我是在那个 2000年的时候 有一条那客轮 我是在那上面做 做管理 一直做了十年 离天津就很远嘛 来回来回的这样走 我经常在家 你出去了多久啊 我是到12年 然后回到天津的 那也就是说 在你出国期间 他是一个人 自爱天津的 对 那你在这十年 一直在这条线上来回跑 是 你回天津的时候多吗 每周的时候 回来两次 嗯 所以这个过程中 一下让你们之间 有了隔阂 应该是 嗯 但是你当时 在准备出去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毕竟那时候孩子还小啊 这是有想过的 因为每个家庭 都要面临着 自己的那个生存嘛 孩子也越来越大了 家里需要经济来源嘛 如果一个人不行的时候 另一个人 一定要去担当的 嗯 所以我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呢 我就想把家庭的这个 这个责任挑起来 爸爸一直在说 你们两个人的位置 是倒置的 应该男人出去赚钱 女人在家 婚姻当中 我觉得 角色要扮演好 就是男人做好 男人那点事 女人做好 女人那点事 当你回来之后 发现 或者当你哪一次 回来之后 发现丈夫的心 已经不在你身上了 对 是这样 当时是他告诉你的吗 还是你自己看到的 嗯 自己看到的 那你要看到的话 会不会就 很难接受呢 嗯 当时应该是 长期的两天分居 对夫妻之间影响比较大 老见不着面 是不是 看很容易离婚 现在他生活得怎么样啊 还可以吧 听孩子说还好 嗯 但是我想 不如和我在一起 好 哈哈 为什么 因为也是听说的嘛 嗯 然后的时候 我想如果要是 我们还是在一起 那时候 他应该会后悔 嗯 和我离开 儿子是跟爸爸在一起 还跟你在一起 是跟爸爸一起 嗯 因为当时 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孩子的爷爷奶奶 非常的好 嗯 他们对我也特别的好 嗯 在分开的时候 就一直在要这个孩子嘛 告诉我你 离婚你带着孩子的话 会很辛苦 也就是说爷爷奶奶 还是在跟你商量 对对对 他们负责照顾孩子 然后我负责承担孩子的 其他的费用 也就是说到现在 你们处的也还是不错的 对 我们没有红过脸 非常好 那爷爷奶奶 当时你们在准备 离婚的时候 就没撮合撮合呀 撮合了 我们是已经就是 很多次的这样的嘛 就是他不止一次伤害你呀 其他的东西很多了 这个事是在后面 前面的时候 他会有些 其他的不好的行为 比如说肢体上的冲突 其他人挺好的 但是性格太爆了 智能家太暴躁了 这种女士 肯定是持家过日的 反正是对生活有追求的 我希望她能在我身边 跟我一起生活 就是关键 没遇到合适的 她一直呢 非常的保守地在讲 但是我能理解 那一段日子 你想在茫茫大海上 她其实那种心情 是非常难过的 可能有客人的时候 你要招呼全船的人 但到了晚上 她看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海 她心里边一定是 非常难过的 会不会有很多 这样的日子 开始的时候 是会有这样 但是我这人心比较大 很多事情 发生了的时候 你要勇敢地去面对 不是说你去想 这件事就能过去的 所以我自己 也是做自己的工作吧 我想都会想得很开 然后加上我有 非常好的父母 然后爸爸妈妈 也会给我做很多 也会告诉我 你应该怎样去生活 我是觉得啊 就是当我们遇到 情感挫折的时候 可能你第一个想法 应该是得 自己先生活好了 是 如果你遇到这个挫折之后 自己就走不出来了 那就麻烦了 是 她这个例子 特别典型的 就是一利一弊 对吧 一个女人追求事业 想撑起这个家 结果 这个精力和时间陪伴 等等都不够的时候 男人的那个本性 就又出来了 是吧 可能她这个 现在反思 我不知道你这个 十年的邮轮 多挣了一些钱 或者给孩子 多挣了一些教育经费 等值不值得 我相信你一定有反思 但是呢 我觉得这位女士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你看她不太愿意 多说前夫的不是 但能听出来 她实际上这段情感 可能用了很长时间消化 甚至说到今天的时候 还很委屈 你看她几次哽咽 是吧 几次差点掉眼泪 所以说呢 这位就是她的前夫 实际上对她的伤害 还是有的 其实像王建一老师说的一样 我其实挺后悔的 当初的时候 我如果就选择 特别普通的 我就挣那三五百块钱 我可能就不是这样的了 当我们要自己事业的时候 可能会丢掉很多东西啊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你也见识了 就是说 如果你可能就在那 挣三五百块钱的时候 你可能永远都见识不到 对 更高的东西 所以各有利弊 我是这样看啊 首先呢 丽宏一出来呢 就我作为男人的这个角度 我是带着那种比较欣赏 因为她出来 她非常温和 作为一个男人 就是我们不能在家庭当中 突破最底线的有两种 就是责任和担当 所以我觉得 这两者之后呢 两夫妻在一起 她一定是要有这种 深爱的这种 互相欣赏的这种眼光 这段婚姻 她一定是长久的 年爱人比你大七岁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男人 在某种程度上 他是不懂你的 你知道吧 我觉得如果是说 你再找到婚姻的话 如果这个男人 很懂你的话 我相信你的后半生 他一定是非常幸福美满 对 我觉得你就要耐心等待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像你这样的女子啊 在我们这儿 一定属于那种 特别多人喜欢的 我们有两位男嘉宾啊 哪位愿意出来见一下 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请按灯 二号先生您好 你好 王王老师 您怎么没有按灯啊 我还是等三号女嘉宾吧 哎呦 你这已经是铁定心了 对对 是的 一号先生 您怎么没有按灯啊 差演员 差演员 好 我非常能够理解啊 一号肯定是会比较挑剔 下一次你来的时候 咱们找一个合适的 必须在我们这儿 今年把你嫁出去啊 谢谢朗老师 好吧 谢谢 朗老师再见 今天掌声欢送一下 一号女嘉宾 非常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喜欢这位女嘉宾 请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还是不太合适 还是不太合适 最近有一点小遗憾嘛 找一个能够真正懂自己的 那接下来呢 就要问一下 二号女士 你好 主持人 一号男嘉宾和二号男嘉宾 你想签见哪一位 一号吧 三号女嘉宾 你想先见哪一位 二号先见吧 我看看 也就是说 你想先请二号女嘉宾选择 你放弃了这次机会 对对对 让我们掌声有请 一号男嘉宾 你好 你好 王潘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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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子好高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王潘老师 你好 你好 做您这个职业 应该是经常见很多场合吧 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紧张啊 不紧张 不紧张 您是哪里人啊 我是那个东华门门 北河叶大街的 不是 就北京人吧 对 北京人 北京人 对 你得给全国观众介绍 您哪里人呢 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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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找到我这样的妻子 会让他很帅 爸爸妈妈着急 你的婚姻大事吗 我父母过世了 您自己着急吗 我自己 这不是着急吗 到这来了吗 您这什么时候 才开始着急的呀 一完婚 您跟您前妻 什么时候结婚的呀 反正我们俩 就是奉子成婚嘛 反正到现在 有一四岁的儿子了 2017年 七八一份离婚 那也就是说 12年13年结的婚 对 这儿子你经常能带吗 孩子他妈带着呢 您经常能见到吗 经常能见到 见到他 你可以带他出来玩吗 反正不能 那说明你们这离婚 离得挺惨烈的吧 是啊 争儿子抚养权啊 然后最后你没争到 因为他小是吧 对 因为他小 所以你心里也很难过吧 反正尽力了嘛 也不难过 你跟人没处好的原因是什么呀 他跟我说 他说我给你生一胖俩小子 光要15万 他父母也说 他说让我给那个 我儿子飞翔飞是15万 我兜里没15万 我也不能 我那房子你说卖 那房子不是我父亲的名啊 我还有我 我还有我弟啊 没法卖啊 是不是 我觉得你们这个婚姻好奇怪啊 你看你们俩结婚了 然后当时太太管您 要儿子的抚养费 一般我们说这抚养费 好像是离婚才要抚养费吧 对那时候就要 那时候要 所以给闹败了嘛 我起诉到海淀法院 反正法院 反正一分钱没判给他 我感觉他应该是 之前应该有个承诺 不然的话 一个妻子怎么会在婚内 账户要15万 这样你们联系多吗 反正有时候也联系 他每个月都管我要儿子抚养费 我得给他银行账号打过去 吵架吗还 他老觉得我欠他15万 围着是老吵 但是儿子是你们共同的呀 对对对 所以彭先生 我觉得您是不是 有点单纯呀 我还行吧 还行 对因为我听您说 挺成熟的 您这故事 您讲的还成熟啊 不是我说的就是事实啊 那法院盘检书上 不也这么写的吗 这是您的第一段婚姻吗 第二段 您前面那段是怎么回事啊 我弄一女模特队 她说我这时装模特 那时候我们那个广君门那儿 都买房子了 他准备结婚了 不是 婚后买的 然后呢 然后离了呗 那为什么呢 2000年 那时候结的婚 那为什么离了呢 他不要小孩啊 广君门我们一块买的房子 他还跟我抢 其实都婚后 我掏一半钱 他掏一半钱 赢一半 那后来房子给他了 过日子嘛 那还是要找一个 能够守在家里的这种 您这两段婚姻 我都觉得稀里糊涂的 没稀里糊涂的 我是觉得听您说话 就感觉到您这生活 被你自己过成了一团麻 还可以 目前那两段婚姻 对他来讲的话 确实是过成了一团麻 我觉得他可能 人生有个转折点 你按你说他那么早 成立模特队 是吧 那当然现在也开着公司 他还是想做一番事业的 对 是吧 人肯定年轻人俱帅 要个儿有个儿 要帽有帽 现在也很好 对吧 现在在这个年龄的 五十多岁的人里 这也是 外表也是很好的 对吧 但是这位先生 我觉得不知道 他在人生的哪个点 是可能冲击了 一下他的价值观 或者是他对女人的认知 还是什么 后来他越描述 我们觉得他很幼稚 就觉得他好像不成熟 而且思想有固着 好像就固着在十五万 或者固着在房啊 钱啊 这些事情上了 我觉得他一定是受到过 一些思想的冲击 他心里有故事 应该不像他说的 这么简单 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 他没全说清楚 就可能也许是说 由于对女人的信任感啊 或者是什么 可能是有问题的 在一个呢 他这个人见面就 你看他 咱们都第一次见面 连家庭住址 都告诉咱们了 那你想要 他喜欢的一女孩 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人家啊 那也不会 要不然就不会出现 就上他们家找他的问题啊 是不是 所以他可能老有一个 一开始满腔热情 最后可能被泼了好多冷水 然后可能就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对对对 您在事业上 在哪一年开始有一个大的转折了 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反正最近最近五年 反正做演出 反正觉得挺难做的 挺难做的 最近五年 那你接下来准备做点什么呢 反正演出还继续做吧 完了也想干点别的 多挣点钱呗 生活得好一点 所以你也期待能够找一个女朋友 跟你一起呢 开创美好的生活 但愿如此吧 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我们这个节目的 反正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 老看着门当户队 王芳老师 王卫健老师 王正正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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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坐稳了 那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啊 我们的女嘉宾 哪位愿意出来见一下 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在我当初三二一之后 请按灯 三 二 一 二号女嘉宾 为什么没有按灯呀 我觉得我们俩的性格方面 可能不是特别合适 三号女嘉宾 您要出来见一下这位先生对吗 那我见一下吧 二号先生 王老师你好 三号女嘉宾要出来见一号男嘉宾了 那见一下呗 看到一号男嘉宾还挺好的呗 完了 你这说话都已经不利索了 是啊 是啊 我是有点担心啊 这声音都是颤抖的 那是接 接 接 接发 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 老师好 精彩呀 这个气质呀 都是说美好 两位老师好 三号很漂亮 王发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老师 谢谢这是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你好 最后时间段还是想出来见一见吧 哎 怎么想的 因为我想年龄稍微早大一点 二号男嘉宾 三号女嘉宾长得挺好的 挺气质挺好的 长得身材也好 谢谢 我很喜欢她 就要等等我 还让你等等她 谢谢 你看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 要女为乐体者容啊 她得先喜欢你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建一老师啊 没错 尤其男人就女人的外表啊 对男人那个第一印象是吧 至关的重要 对 你这个一定要找一个欣赏你的人 了解下您的情况 您是在做建材 是哪一方面啊 就是地板和板材 地板 衣柜 这是你的店里是吧 对 还正在装修 又在成装 现在流行的潮流是这样子的 都是以冷色系为主 你看多漂亮呀 每天会不会挺忙活的呀 挺忙的 每天晚上下班 因为五点钟下班嘛 有时候店里的事情 账目什么的 整理一下嘛 也要到六点多钟 然后还要回家 有人要去做饭 去菜菜 晚饭吃好嘛 有时候都是七八点了 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 会出去走走的 也就是说 都没有太多时间照顾自己 这个时候可以照顾的 因为做饭这方面呢 我都会做的 赚钱差不多就行了啊 但是被逼的 你谁愿意这么辛苦了 那您现在不是 也没有什么压力了吗 那我还有 我两个儿子 我还有一个儿子 还没成家 还没找对象 还在为他而努力 对对对 请问您跟前夫 什么时候离婚的 呃 02年 那也挺长时间了 是的 16年前 对对对 那离婚之后 您一直一个人吗 一直一个人 那争投的时候 也有介绍的 但是就感觉哦 因为两个儿子 一般人是 不会接受的 都是您带大的吗 对 哇 太伟大了 真不容易 谢谢谢谢 有两个男孩 对很多男人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障碍 除非特别爱他 老大现在多大了呀 老大26 结婚了 去年刚刚结婚 结婚的时候 你前夫来了吗 来过 一家人都来过 他我婆家的人都来过 儿子结婚嘛 也是大事情啊 我都是争取儿子意见的 他说 请他们那边的人过来嘛 那就请他们过来 你跟他们家人 处得还可以 家里人处得可以的 因为我跟他离婚了 我婆婆就是 一直打电话 要到他那边 就过了两个年吧 毕竟他父母没有错的呀 错的是他的儿子 对呀对呀 那后来 儿子经常回去看奶奶吗 奶奶现在已经不在了 前年的时候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 他爸爸都在外面 都没有回去 他家里兄弟姐妹 就是没有找到他 就是我的电话 一直没变过十多年 都没有找到你的前夫吗 对对对 他的电话老是变来变去 他们找不到他 就找到我 那我说 我也没办法找到他的人 因为我跟他没联系 那我说 我无一能做的就是 我儿子他们 我会把他们 叫他们回去 送他奶奶的 他们都回去了 都回去了 见到奶奶最后一面了吗 见到了 奶奶就是最后 拉着两个孩子的手以后 没几分钟 然后去走掉了 天哪 那我觉得这一点 我们还要为这位女士点赞 真的是 谢谢 因为您想想 就您的 这样的一个做法 一定要坚定地让儿子回去 这样对于奶奶来说 她是放心地走了 对 我觉得这位女士 特别懂事 就是她整个描述 她这个人生这个过程 包括一些细节 我觉得她特别善良 特别能从这个 大人大义 就是做人的那个表率 那个角度去做 她特别大度 是吧 所以我觉得 真是很不错的一位女士 谢谢 谢谢 你在孩子多大的时候 跟她离婚的 大的是在 九岁这样子吧 小的是七岁 因为大两个 那孩子这么小 为什么要离婚啊 因为说起来也很丢人的 她就是主要是喜欢抖 然后还要打得很厉害的 会当着儿子的面吗 当着儿子的面 那也 她已经算是很正常了 后来一起 外面去打工的时候 就是当着房东的面 打的时候 是房东报警的 打得很厉害的 哦 天哪 因为她抖 抖了 那人家讨钱嘛 就是赌博 外面收的钱 人家问她要不到嘛 那要去找我要呀 找我要 那我 你看要养孩子嘛 那钱 这个东西说什么了 你说钱不是看得很重吗 但是我没钱不行啊 这个生活要生活呀 对吧 对另一个人是伤害 其实对你自己 也是一种伤害 这是罪不能容忍的 所以我就能理解啊 就是 那个时候 两个儿子 您都坚定地要离婚 她本来法院 是判给她一个的 但是 她那个时候 她不想离婚 因为她自己 也跟她的朋友 他们说了 她如果离的话 她再找一个 我这样子的 顾家的 她肯定是不好走的 您是在她 跟她离婚之后 才开始创业的吗 离婚之后 因为被逼的没办法了 开始创业的 你看看 有的时候 这企业家 都是被逼出来的 女人坚强的一面 都是男人 给历练出来的 真的是很大度的一个人 同时呢 对自己呢 在很多方面 要求的还很高 自己逼着自己 这个生意 可能最初 我都不懂 我到现在 我把它做得很像样 一年比一年好 你今后会更好 真的是这样 谢谢 真的是 来 请到这里来 请坐 接下来 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 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 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那您这在宁波的话 能来北京吗 这个问题不大 我有一儿子了 您希望能 再有一个孩子吗 没问题 你介意吗 我不介意 我是游戏心 3号的嘉宾 肯定会等我的 您现在有独地住房吗 北京的有两处 西北部还一个处 您现在是 是自己独立的公司 还是跟朋友合合的 自己独立的公司 注册金十万 做演出和演出 经纪人的文化公司 做了十几年了 我没有问题 2号先生您说 女嘉宾要等我 选我 我感觉 我跟3号女嘉宾 比1号男嘉宾要搭配 谢谢 谢谢 很自信 对呀 对 很自信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两位请到前面来 在我倒数之后 如果觉得可以进一步交流 请向后转 如果觉得不是特别合适 那么就不用转身了 请准备 5号我希望3号女嘉宾等着我 4号如果转的话 应该觉得男士转 3号不搭配 2号一个问题就知道 我们俩可不可以了 1号移 好 两位请到我身边来 你觉得合适啊 可以认识一下 就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 但你觉得不合适是吧 因为我感觉我们在说的事情 他可能有点心不在焉 我也觉得 但你觉得 花了有极大的想法 你觉得2号对你很重视是吧 非常理解啊 那好吧 让我们先欢送一下 1号黄先生 再见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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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喜欢这位男嘉宾 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可以出去见他了 太高兴了 异地嘛 千里之外嘛 见面也不方便 交往也不方便 2号男嘉宾 请问此时此刻 你愿意出来见一下 我们的3号女嘉宾吗 愿意 愿意 差一点怕得抢过去是不是啊 下车有请2号男嘉宾 各位朋友们好 哎呀 好了 看着挺踏实的这个人啊 哎呀 辛苦了 你是不是很期待我坐在这啊 对 期待 期待 但是我也期待王文贤老师来 觉得特别喜欢他 但是也喜欢你 对 真的 还说王文贤这干什么这是 他们的年纪还比较合适 你好 来这里 紧张吧 嗯 是紧张 得放松一下 深呼吸 好的 好的 一 二 一 嗨 这真的是个石成人 这人一看就特别地厚道 早庄是革命老区吧 对 是革命老区 铁道游记队的故乡嘛 你会唱铁道游记队的 那个主题歌吗 我不会唱 但是我喜欢听 但是我唱不来 你不听说 如果我唱铁道游记 你会唱铁道游记 我唱铁道游记 你会唱铁道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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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挺好的吗 你说我是不是比王维念老师唱得好 好 好 王老师唱得也好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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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特喜欢王老师啊 特别的喜欢 今天一位来了 能见到王文贤老师 没想到还有这遗憾 王文贤老师呢 早就出了一天 这位王老师来了 我觉得是我很崇拜的 这建一老师你说怎么办 你说我还能不能 往下做这节目呢 干什么这是 怎么回事啊 王老师你什么情况你啊 看这嘉宾这是什么态度这是 你还没听我说下一句呢 我问袁老师呢 是我这个无相 但是哪呢 是我盼望已久的 什么想见你的 今天终于遇到了 好好 师傅 那我错了 你看他不错 盼望已久啊 盼望已久的嘉宾坐这 这位先生还挺那个机智的 是吧 是的 是吧 他能把场给圆回来 他知道这个虽然说正正带有表演兴趣的 但这位先生 但我还真是有点生气的 对啊 他还能够那个觉察他的感受 说明情商挺高的呀 对 是吧 我觉得这位先生还挺睿智的 谢谢老师的夸奖啊 我比较喜欢那个有幽默感的 挺会说话的 挺会调气氛的 对对对 而且他特别随偶 这话就像 你收到哪他都给你签回来 按照他的思路去走 思维挺清晰的 你喜欢旅游吗 喜欢旅游 你知道宁波在哪个省吗 宁波在浙江 宁波那有啥好吃的 这我不知道 对 这您给介绍一下 海鲜 海鲜是吧 你喜欢吃海鲜吗 喜欢吃的 希望能有机会 和这位女士在这宁波去吃海鲜 好的 这位先生特别聪明 每一句话 基本上都是要跟这位女士 携手的事 我觉得这位先生 虽然他看起来 没有刚才一号男嘉宾那么帅 那么高是吧 但是他实惠 就如果说和他在一起 他会讨女人喜欢 但他讨女人喜欢 他又不是那油嘴滑舌那种的 是吧 他还是看着还挺朴实 但他拿捏的那个度相当的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他过日子挺舒服的 老师这个评价就太好了 给老师点赞 还挺能说的这个男士 先生您现在职业是什么呀 现在是在上海发电厂开班车 我之前是下学之后呢 一直都在做生意 在13年了 因为我自己建厂子嘛 自己建的厂子 对对对对 和我弟弟一块建的厂子 搞这个干货 那要不我们现在的钱呢 就全部亏进去了 干货就是海鲜干货吗 不是不是 调料干货 明白 那你想不想东山再起啊 很想啊 是吧 对啊 那万一要是有人弄一个店 你能给看一下吗 那肯定我能帮上忙的 因为做生意 我是比较精通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比较般配 比较适合 女士您先坐一下 我采访一下她的婚姻情况 了解一下您的婚姻情况 您是什么时候离异的呀 16年 那也就刚刚离婚两年 对对 怎么回事啊 我们是一直性格是不合的 刚结婚那几年吧 都是几乎是三天两头的吵架 你知道吗 嗯 再说了我这个呢 是喜欢特别爱干净的 你知道吗 我的老婆呢 她特别爱拉扇的那一种 所以这个观点啊 就是不一致你说 嗯 所以那老婆经常就是吵吵架什么的 我能看出这位先生爱干净 你看他这衬衣啊 新的吧 是新的 裤子也新的吧 裤子是穿了一半时间了 那你这裤缝还压得那么直啊 因为我比较是爱整洁的这些方面吧 这皮鞋擦的倍儿亮 是的 是的 自我打理的能力也非常强应该啊 你跟前妻就是因为这些生活琐事吗 对 就是因为这个这些方面多一点 反正刚开始把你反正就是反正 关系搞得很不融洽 是今天的吵架 因为当时呢有了孩子了嘛 孩子当时也是当时也选择提出离国婚 但是呢 他当时也是不愿意跟我离婚 但是这时候我出来我也想 当时有两个孩子呢 两个孩子呢 如果离婚呢 那肯定只要是一个人一个了啊 但是我是想呢 我从我的观点上 我实际上也不认可的 所以呢我就把 我现在凑合得过吧 把孩子养育大 到时候再解脱 我是这种观点 因为现在我孩子呢都大了 儿子也结婚了 女儿呢上完大学了 所以我觉得我该走出来了 所以我就提出了给他离婚 他也同意了 不同意 上来是肯定是不同意的呀 但是我坚持呀 一直坚持 因为女儿呢 还比较是支持这一方 因为他知道我们感情一直不好 所以这就是给你了 那你们当时离婚 跟你那个做生意失败有关系吗 这个倒没关系 因为我后来做生意嘛 我都不让他参加了 你知道吗 因为我做厂子 我从来不让他去呢 因为他跟我们的工人呀 都是沟通不来 你知道吗 以前我做别的生意 我让他给我帮忙带啊 他都给我的工人合不来 经常吵架 别举就是说呢 说工人不爱听的话 所以那我后来就不让他参加了 非常理解啊 所以也就是说 你们属于一个 就从头就不是幸福的婚姻 对对对 然后呢这么多年 也就磨合下来了 对对 你什么时候想的来 这里找一个女朋友啊 17年就快到春节了吧 我再看手机 去想想看手机 偶然看到都没当后的 原来是给我们中年 达了这么一个好的平台 我都有时间都看 有时间都看 所以我都有时间都 给咱们这个节目中打电话 说明你跟这期节目有缘分呢 是有缘分 来了以后一看三号女嘉宾 对对对 今天特别给三号女嘉宾 更有缘分 觉得非常有缘分 对对对 好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 你们俩的交流啊 看看能不能够有点火花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先生请坐 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 男女嘉宾手中 有加减分案件 通过提问 满意加分 不满意则减分 您现在有几个孩子 我两个孩子 一个闺女 一个儿子 你也是两个孩子是吧 对 大儿子结婚了 大儿子已经结婚了 你现在有独立的住房吗 没有 我住房现在没有 因为我离婚时 我把房子给老婆了 因为是我提出离婚嘛 现在我是回家住 住在我的厂子里面 我厂子里面是有房子 现在的目前状况 就是这个状况 那个你呢 你现在是和儿子 是在一块呢 还是单住的呢 我是单独的 你那父母现在都健在吧 妈妈还在 跟着我弟弟 二号对三号的印象 是会非常好 您的父母呢 我父母都健在的 他的身体度现在很好的 都是80多岁了 跟您生活在一起吗 在场子 给我看场子呢 因为我们死命多嘛 我们只没六个 我们抚养老的 这一方面就不要 不是考虑的问题 大概都了解了 就不再聊聊了 行 我没下去聊呀 哦 你们下去聊 对 哎 您怎么就那么有自信 女士会为你转身呢 我感觉挺有自信的 男士盲目自信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 请到前面来 两位是否愿意继续交流一下 如果愿意呢 在我倒数五四三二一之后呢 想要转啊 请准备 五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比较般配 四 他们都属于异地 成不成为也是个问号 三 男的会转 女的不会转 二 我预计 他们两个人签不了 好的 请到这里来 女士还是没有转身 因为我感觉山东啊 好像太远了 嗯 你想找哪里呢 我想这间地区的 江浙地区的是吧 对对 山东不远 对 山东离江浙 你靠近山东的 嗯 江苏和那个浙江 都靠近山东了 没关系啊 我觉得您是不是有点担心 他现在没有独立的住房啊 这是一方面 在一个主要地区 我觉得山东还是比较远 因为我在浙江这边 生活习惯了 那你也没准备 让他到山东去生活吧 这个两人之有缘 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山东人是非常实诚的 当然我也能理解你啊 这位女婿可能想的也比较多 非常理解 您再琢磨琢磨 好吧 掌声欢送一下 三号女嘉宾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喜欢这位女嘉宾 请拨打我们的热心电话 接下来要没有房子 打算怎么办呢 那一定可是要买房子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 两个人感情好 才是第一位的 对对对 决定好了 咱们将来在哪生活 比如说 哎 我上次去看北海 我觉得北海就挺好 是啊 但我们决定在北海生活 我们在北海买房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两人感情有缘分 那才是重要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请问您是否愿意 出来见一下二号男嘉宾 如果愿意请按灯 请您先休息一下 好吗 好 掌声欢送一下 二号男嘉宾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喜欢这位男嘉宾 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一个是要有住房 再一个呢 我也感觉山东 我确实是有点远 那肯定是有遗骸啊 肯定是现在有那种 差落感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 今天的二号女嘉宾 掌声有请 大家好 你好 超级自信他 可以认识一下 大家好 两位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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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芳老师 很有气质啊 来这里 好 谢谢 教写作 会不会是一件 挺难的事啊 不难 找到窍门就好了 对 写作其实是一件 很简单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都可以写作 会说话就会写作 没错 您给我们栏目组 写了一副对联是吧 一个简单的小席作 请大家别见笑 上联 上联是 四十年京风雨见世面 念感天恩浩荡 下联是 后半生之冷暖 白手和 方圆一转成双 重批是 门当铺对 太棒了 这里边 这里边有圆 有念和方 关键是 他得把那个念 改成正是吧 肚子里有文采的 有采 他能写出 一个衣服对的 教习作 这个职业特别好 而且也没有那么忙吧 还好 跟小孩子打交道 是我比较愿意的 都上课吗 周末 对 那你周一到周五都休息了 我还有一份职业是 做房地产 对 那挺忙的呀 还好 都比较自由 但我是觉得 要把自己弄得稍微忙一点 要不然的话 单身生活 可能会觉得有点枯燥吧 是的 硬菜商 这是红烧排骨是吧 对 这是我做的 你喜欢吃粥啊 大枪骨 干啥 这是我儿子比较爱吃 对 这可别让王伟丁老师看 这是鸡翅 对 这个是虾仁炒蒜苔 土豆炒牛肉 对 这手艺非常好 哎呀 请的鱼 鱼汤 这香味俱浅 我们可能是做不到 我喜欢吃鱼 我能熬的鱼好 做的馅也好 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您什么时候单身的 我是2008年 但是遇到什么事了 年轻的时候好像 不太善于经营婚姻 我一看您委屈吧 我就在想 你一定是受委屈了 要不然不至于这样啊 没有没有 特别理解啊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不是特别善于经营婚姻 然后 两个人性格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 两地分居 我儿子四岁的时候 她就在外地工作 然后 就找到了 比我更好的人吧 问到的时候 心里会疼的 经历了以后才会知道 我觉得这种事情 最打击女人的自信了 起码在那一个瞬间 对 还好 她是一个 挺好的一个人 很努力 赚钱也愿意为家里负责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 我的个性也比较好强 然后她呢 也是我们两个就属于强强联合 两个人经常就像说相中一样 一山男龙二虎 对 就是一个捧根 一个斗根 总有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像两个拳头一样的交流 所以就 最后就 就只能选择分开 当她有了新的情感的时候 她犹豫吗 对于你 她犹豫 我们离婚之后 她一直等了我六年 为什么 那为什么要离婚呢 那个 离婚是我坚持的 因为两地分居 造成我们俩交流 越来越不顺畅 然后再加上 她的脾气不是特别好 她就有的时候 把对我的那个怨气 发在孩子身上 所以那个时候我儿子 小孩子就特别 特别有压力 怕爸爸 对 所以每次 她爸爸回来 头三天还好 等到第四天的时候 她就会跟我悄悄说 妈妈 我爸爸什么时候走 对孩子的心理 其实压力很大 对 当她有了新感情的时候 她告诉你了是吗 都没瞒过我 她也跟我讲 这事都不瞒你啊 就是我发现之后 她就会很坦诚地告诉我 但是她就 她还是说 你还是最重要的 但是男人在外面会 会有这样的 对 其实 人还是不错的人 我特别能理解啊 那么也就是说 她其实当时也很犹豫 后来你坚定要离婚 她是不愿意离的 对 那不愿意离 可是她也知道 像你这样的 有自己的 主见的女人 那这种事情 我觉得一旦出现 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重要的 伤痕 对 所以你坚持离婚了 对 我坚持 你怎么知道 她等了你六年呀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家里人也一直 希望我们都能好 然后双方家长也在劝 然后家里人也都在劝和 然后她也就一直在 一直在跟我 就希望能够跟我复婚 对 就直接说呀 对 你们俩这些交流 其实挺好的呀 对 平常我们就像朋友一样 因为我们两个有共同的孩子 包括后期的时候 孩子对她就是 对她有身份 后来我也讲 我说她是你的爸爸 她很爱你 然后 然后孩子慢慢地 就跟她缓和关系了 所以我们也就经常会 分享孩子的成长 对 但是六年 你这气还没捋顺呢 没有 我觉得男人出轨 形成习惯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破坏了一个好的一个家庭 连两个人婚姻最基本的底线 都不守的话 那这种婚姻还不如不要 如果第一次 比如说出现这个问题 两个人能够沟通很好 有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 我相信后面她会收敛 对 因为我也不建议说 有一点事情啊 两个人就必须得离婚啊 什么的 那我觉得这婚姻也太脆弱了 第一次的时候不能原谅 这是一个底线 太强的两个人哈 就是不容易让那个男人 唤起那种就是要保护你啊 然后你很需要呵护啊 这份心 然后当外边有一个人 假如比自己的老婆温柔一点 哪怕温柔一点点 她可能那心都往外飘 如果呢老婆还不调整 她可能真的就不是一次能够解决到 就解决或消化掉自己内在的东西的 对 但是呢 可能你们也都没有像我们这样 学过一个心理学的体系 对 然后不太懂得男人的心理 所以可能就从表面看 你找一个还不够 你还够 第二 还第三个 你把我那个放在哪里啊 那我偏得跟你离 是不是 你求我跟我复婚 我也得跟你离 但你站在今天 你又成长了这么多年 你再翻过头来看 其实呢 我们自己啊 稍微那个时候软一点 对 是吧 可能一切都过去了 就是太强势了 稍微像建一老师说 软一点 两个人 石头 把它磨圆了 就是一个家庭啊 被两个人都在那顶着 就是我们现在的家庭 很多都是 要有一个就非常和谐的 所以男方有的时候 就觉得 哎 软一点 女方软一点 这不就不会 舌头碰牙了吗 确实是有一个稍微示弱一点 让这事可能就过去了 除非大的原则性的问题 小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不用纠结 我倒觉得 你应该找一个懂你的人 就从 你像你像你写的这些东西 如果他懂你的人 哎 他就会发现 你每一个字 其实对账的都非常的好 哎 就他才能懂你 对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们喜欢这位女士啊 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 你也可以通过微信 来搜索公众号 门当户对 然后寻找我们的微信号 来联系我们 好吗 好的 好吧 谢谢您 来休息一下这里 电视机前的观众 如果喜欢这位女嘉宾 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呢 您喜欢我们 今天的五位嘉宾中的哪一位啊 您都可以呢 赶紧和我们联系 感谢亲爱的 建一老师和汪正正老师 节目的最后 咱们请正正老师 来给我们唱首歌 好不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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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